大鱼电影《奇幻世界》大家好,我是大鱼 千万别找好赌的男人,这位朋友叫菜头 平常势赌如命,麻将、扑克、小牌 只要能组成赌局,他是从来都不错过 不过他的赌运却不好,一直是逢赌必输 这天刚当了手表,碰到朋友阿狗 非要拉着阿狗赌一把 结果随身50块也输掉了 赌场里菜头被九哥找了进来 一摞高利贷条子摆在面前 菜头借的高利贷已经没办法还了 九哥看上了菜头老婆,让菜头安排老婆抵债 菜头适度成性,也不管那么多 直接答应了下来,本来事情挺顺利 可谁知道九哥有胡臭,被菜头老婆识破 还无意间弄上了九哥 九哥一下子火了,让菜头自己了断性命 而老婆也一怒之下和菜头离婚 菜头成了孤家寡人,没了家当,身无分文 还被九哥逼迫自杀 为今之计也只能一死了之 菜头想要上吊,可突然之间竖直折断 老人也不同情菜头,而是控告菜头破坏公共财物 被送到了警局 他接着要买老鼠药,服毒自杀 谁知在药房却拿错了药 居然在大街之上春心荡漾 又再次被送到警局 最后菜头想到一个妙招 直接抱着煤气罐跳楼 总该万无一失了吧 可下面居然有一个床垫 自己安然无恙 突然他在垃圾堆中发现了金银珠宝 难道是苦尽甘来 老天有意帮助自己 菜头认为自己命不该绝 不过财宝中却带着一个牌位 没多时一个老头找上门来 说自己看见他捡了个旅行包 谁知老头非但没有要回珠宝 反而要送他殡仪馆旁的一套房子 价值大概一百多万 不过有一个条件 那就是要娶他死去的女儿 也就是因婚 原来老头的女儿偷渡到香港 却被舌头杀害 老头未免女儿寂寞 就想找个人跟女儿结为夫妻 菜头想了想就答应了 反正人生无望 举办个仪式就能成为富豪 自己稳赚不赔的买卖 婚礼举行的有模有样 一切规格仪式和普通人婚礼相同 仪式结束后 老头又跟菜头说了些女儿的生活习惯 菜头以为老头神经 洋装听从答应下来 夜晚 别墅之内 似乎有些响动 菜头隐约之间 感觉到一丝不对劲 出门看时 却是家中小狗 菜头顿时放松不少 在家中一番打扮 直接来到自己情人家里 准备一起去跳舞 可是突然之间 女孩来了个鬼上身 回到家中吃饭 桌子上也是发生诡异一幕 菜头的老婆 将菜头好一个捉弄 菜头一脸愁容 找来好兄弟阿狗 阿狗说可以介绍高人 来帮助菜头去鬼 没想到 阿狗串通一帮朋友 想借此机会 骗取菜头的钱财 结果不小心 一帮人穿了帮 菜头对着阿狗一顿追打 菜头晚上遇到夜市 遇到了一个大师 这次菜头学聪明了 结果大师告诉菜头 把成功不收钱 菜头把大师请到家中 结果大师道袍穿到身上 在临位之前一通作访 结果大师知道 这女鬼是一家之主 自己无力降服 没想到刚想出门 却被鬼上身 如此情形之下 菜头第一次和自己的鬼妻 进行了交流 从此之后 一人一鬼 便开始和谐相处 当然自己的鬼妻子 也会上身到其他人的身上 为菜头送去福利 让菜头倍感舒服的 就是隔壁的空姐了 但是这鬼妻子 也会上身到保家阿姨 和游戏工人 菜头也因此闹出了很多笑话 这天九哥又找上门来 带着两个小弟 来找菜头麻烦 结果此时的菜头 今时不同往日 菜头的鬼老婆 上了九哥的身 一段操作下来 九哥几人 算是受了教训 再也不敢登门 找麻烦了 生活情况好转后 菜头又开始赌博 但仍然逢赌必输 把自己当初藏起来的金银珠宝 拿了出来 碰到匪徒抢劫 好心好意上前帮忙 原来老太婆 居然是匪徒假扮 这下连自己最后的一点金银财宝 也被人抢去 晚上吃饭 菜头对着自己老婆抱怨 想让老婆帮自己 逢赌必赢 鬼老婆告诉他 带着油纸伞 把灵位放到里面 进到赌场 鬼老婆告诉菜头 每把都买三个六 而后直接上了核官的身 菜头这下子可发了财 把把都压三条六 大家一看这么邪门 纷纷跟着菜头 都开始压三个六 赌场老板立马让核官换人 却发现核官凳子 已经全部湿了 知道有点邪门 赌场老板来到屋里 叫来八妹 这个八妹立马来到神坛 朱砂拿在手 点到峨眉头 黄指擦变身 杀进勒额头 口上悬匕手 专门对菜头 女子将刀刃向外 开始晃动骰钟 这套操作下来 搞得菜头也有些怕了 不过 毒鬼毕竟是毒鬼 还是照样买了三个六 不过三个骰子裸了起来 一个鬼婆 一个邪师 斗起法来 八妹对着骰钟 又是一通操作 鬼婆上了骰钟的身 也使出自己的招数 第二次开骰钟 结果骰子碎掉 两人再次斗法 结果第三次 一颗骰子 居然一直旋转不停 两方都用出浑身解数 结果这次 鬼婆最终成功 把最后一只骰子 变成了六 赌场老板稀释宁人 赶紧拿出钱来 让菜头离开 再也不希望菜头 来自己赌场 菜头回家后 正想跟鬼妻 好好庆祝一番 但等来的 却是自己的岳父 他对菜头表示 鬼妻子受不了 菜头沉迷于赌博 再加上他看中了 隔壁新搬来的 鸡肉猛男 所以决定跟菜头分手 当然鬼妻子 也没有亏待菜头 隔壁的空中小姐 就是回报 而隔壁的猛男 健身完后 猛然在楼道口 发现了一包 金光闪闪的珠宝 一个新的故事 又开始了